很多观众对《甄嬛传》有种特别的情节 不管重播了多少次 再看的时候总是会觉得意犹未尽 不仅观众对这部剧是津津乐道 剧里走红的演员 即便是四五年的时间过去了 还是没能超越当年的巅峰 比如孙丽 这两年真的没有作品再超过当年的甄嬛了 有观众的喜爱和评委的投票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今儿的本宫真真儿的为导演高兴 一部《甄嬛传》让小主孙丽红遍了全球 但到今年年底 未播鲜红的《芈月传》 可能会再次掀起一股收拾狂潮 因为这部她与郑小龙导演合作的第二部大剧 不仅规模超过《甄嬛传》 也是孙丽生下女儿后付出的第一部作品 为此她投入了更多 能让她如此安心投入到新剧的拍摄之中 主要是因为家里有一个超级奶爸的支持 如今配得儿女双全的孙丽可是说了 自己家中地位不断升高 所以现在自己赚钱养家 邓超在家带娃 从当了辣妈以后 我的家庭地位绝对暴涨 因为小孩非常需要我 我之前等等快三岁 我总拍了一部戏 所以她也自己也说 这次让我放心的拍戏 所以她说她会在家带来 其实我从生完等等 我三年都没有离开过上海 拍了个辣妈征战都在上海 所以她说你为家里付出那么多 现在该我付出 所以她承诺我 她说我拍戏这五个月 她要在家当奶爸 如今的孙丽 一边创造着一个又一个收拾神话 一边开开心心地 过自己安静的小日子 让旁人好生羡慕 不过你可曾知道 就是这样一位爱情事业双丰收的 上海小嫩 曾经说过自己并不相信爱情 1982年9月26日 孙丽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 住在虹口区石库门的房子里 没有显赫的出生 甚至这个普通的家庭 在孙丽12岁那年解体 父母的离异 给幼年的孙丽留下了无法弥补的 父母离婚 孙丽跟着母亲 过了七年居无定所的生活 因为成长在单亲家庭 孙丽看起来比同龄人成熟很多 并曾一度对婚姻抗拒 甚至表示有可能做不婚主义者 我记得我妈妈那天从法院回来 法院回来以后就说 盼下来了 我等着结果 他给你两千块钱 就抚养费两千块钱 我现在傻了 两千块钱怎么过呀 我就别哭 你跟我妈说别哭 我说反正以后我也不会结婚的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过吧 但父母的离异 并没有影响孙丽的进取心 反而让这个女孩更加独立和坚强 1997年孙丽初中毕业 母亲为了女儿的前程 便将其送入了上海警卫区战士业余文艺演出队 面对艰苦的军事训练 由最初的不适应到最后的脱颖而出 孙丽一直在努力着 并最终坚持下来 在赚到人生第一笔大钱的时候 孙丽是这么描述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赚大钱的时候 赚了一万多块钱 还没有拍戏之前 我从杭州回来抱着那一万块钱 在火车上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透视眼 能看到我的钱一样 就是五分钟看一看那个钱 其实我很累 钱对我来讲很多呀 你要这么拿反而被人会注意 在包里我就一直这样抱着 OK 然后 我那时候不舍得打车 但是我在想 到底是花三十块钱划算 都一万块钱划算 就自己打一车回家了 如今孙丽早已不用为那区区一万块钱所困 广告代言街道手软 而作为演员 世人都羡慕孙丽的好成绩 年纪轻轻遇到这么多的好角色 一出道时 她因为郁观音被记住 获得了第二十二届中国电视精英奖 最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 和最具人气女演员奖 2005年 她出演电视剧 幸福像花儿一样 认识了现任丈夫邓超 08年 孙丽与邓超 以荧幕情侣党出演电视剧《甜蜜蜜》 2011年 《甄嬛传》单说网络点播量 截止至去年9月就超过了68亿 该剧也以全天轰炸式的频率 密布各个电视台 甚至在日 韩 美国继续播出 《甄嬛体》相继走红 可是 谁也不能随随便便取得成功 当年剧中那段 令人印象深刻的金鸿吴 则是她顶着烙阵的痛苦拍摄完成的 进步 二 然后 三 三 四 转身 然后 五 六 然后跳 七 八 四 没事 没事 把笑抖进 五 再抖进 希望明天脖子好了 那个严头 细软掉了 这都是前 眼掌 他觉得是快 你知道我前面跳 对 你在我前面 你在画外 你在画外 快点 快点 其实根本就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练 我就昨天大概练了十分钟 刚刚开机前练了十分钟 对 然后最要命的是 今天我脖子还落枕了 所以行动很不方便 脖子虽然不能扭 但好在身体还能随意转 孙力记起细服后 很快找到感觉 三下五 转二的功夫 便将金鸿五的精髓 悉数掌握 换上服装后 孙力很快进入状态 举手投足之间 甄嬛能歌善舞的特性 展现的淋漓尽致 孙力太棒了 而且他会给你加分 他跳的会 会比你想象的还好 而且孙力那天 他那个落枕 他如果不落枕 大家会看到的 就比现在还要精彩 孙力太棒 他的眼神 眼睛会说话 所以惊鸿舞 我觉得动作没怎么惊鸿 倒是他回眸一瞥 对神态回眸一笑 百妹生 他有惊鸿之势 然而就像每一位 靠着自身努力的演员一样 孙力也曾有过 跑龙套的日子 他曾经在赵薇主演的电视剧 《秦深深雨萌萌》中 演过伴舞的角色 有人说 他的演艺事业 就像所演的《拉妈正传》一样 自信 成功 甚至有些特立独行 而他的爱情 便可以用另外一部剧来形容 幸福像花儿一样 小孙同志当时 真正打动你的是什么 很干净 然后 做什么事都很麻利 就有这样的一个保姆挺好的 有这样一个保姆挺好的 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当时的邓超真的是想多了 从两人相识起 这个家庭就由孙力说了算 2011年6月 邓超和已经怀有身孕的孙力 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场地呢 也选在了孙力的家乡上海 婚后的两人在微博上 你来我往搞怪秀甜蜜 引发众人为观 他生活中 邓超也被孙力管得服服帖帖 表面上看似邓超怕老婆 其实私下里邓超非常关心孙力 体贴呵护之志 当时拍摄《甄嬛传》的时候 邓超就经常来剧组探班 邓超他也是拍戏很辛苦 但是他只要有时间 他一定会过来看那种时间历历 然后也会请我们大家一块 吃吃饭啊什么的 对 然后在拍戏的这个现场呢 就邓超完全是那个 隐藏自己的这种那种 星光啊 然后就变成了孙力的这个摄影师 然后对 你会看到他特别用心的突然就 他又会坐在地上 然后开始为了找一个好的角度 给莉莉拍照片 你会很感动 而且现在有儿有女 万事足的孙力 看上去甚至比以前更美了 连好朋友陈坤也对他称赞有加 一直没有变化 现在已经是孩子的母亲 完了之后 今天见面的时候 眼神那么温暖 完了之后皮肤特别好 完了之后我就看到我们这些年 没有变化也非常高兴 从小巷女孩到超能辣妈 孙力华丽丽的蜕变了 作为演员 她踏实认真 作为人妻 她睿智娴熟 作为妈妈 她聪慧慈爱 将家庭和事业都经营得风生水起 有模有样 让我们期待在新戏《芈月传》里 孙力能再续甄嬛的神话